室友我总是打着雨伞睡觉 我偷偷拍下照片发给闺蜜吐槽 可闺蜜却说 我这个室友是水阿飘 她要找我当她的替身 宿舍刚熄灯 我就听到室友婷婷又撑起了雨伞 接连半个月 每晚都是如此 她的整个上半身被雨伞挡得严严实实的 看起来非常诡异 我拿手机偷偷拍了张照片给闺蜜 吐槽室友最近怪怪的 闺蜜很快就发来消息 你这个室友是个横嘎的水阿飘 撑着雨伞睡觉 是怕别人发现她身体渗水 我心下一惊 联想到最近这段时间 宿室里总是湿淋淋的 怎么拖都拖不干净 这事儿我还跟宿管反应过 宿管却说现在回南天湿气重 宿舍潮湿很正常 可我们学校是在北方 哪来的回南天啊 正在我想的入神时 闺蜜又发了信息 她这是打算在你们宿室找替身呢 你记住千万不要和她对视 否则就会变成她的替身 看完闺蜜的信息 我先是被吓了一哆嗦 可在一想 这种怪力乱神的事儿 听上去就不太靠谱 所以我也没完全相信闺蜜说的话 想到这里 我又给闺蜜回复道 不可能吧 她平时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 那是她的伪装 她现在正挑选合适的替身呢 当然不会暴露 你不相信的话 明天去操场上抓一把土敲敲塞到她枕头下面 到时候她就会原形毕露 虽然觉得闺蜜这话不靠谱 但事业是总没错的 第二天中午 我趁舍友都在吃饭的时候 提前回到了宿舍 拿出早上在操场挖的土 悄悄地放在了婷婷的枕头下面 等到晚上熄灯后 婷婷又撑起散盖住了上半身 我没敢睡 一直悄悄观察着她的变化 可等了快两个小时 婷婷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什么水啊飘涨踢身 看来闺蜜多半是在忽悠我完呢 等到明天我肯定要好好说说她 可到了后半夜 我感觉有人一直在拉我的胳膊 而且力气非常大 我非常不爽地坐起来 准备大骂对方有病 可睁开眼 正好和婷婷四目相对 她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就好像是在看猎物一样 我直接被吓坏了 在联想闺蜜先前说的话 她该不会真的是水啊飘吧 怎么办 我已经和她对视了 这是不是就说明 我要变成她的替身了 但我还是强装镇定 故意装作生气地质问道 大半夜你拉我干嘛呢 我枕头下面 不知道被谁塞的土 空气一潮都变成泥水了 我能不能跟你挤一晚上 说吧 她咧着嘴笑了一下 看得我更慎得慌 跟我睡 这是要把我弄嘎的节奏啊 我看了一眼她的床 泥水果然顺着床在往下流 看起来是挺脏的 怎么样 行不行啊 说着 她还将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那气气的感觉 让我瞬间汗毛鼠气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可以 你自己睡吧 我要去操场晨跑了 说完 我也不等她回应 就直接冲出了宿舍 来到宿舍外边 我赶紧拿出手机 给闺蜜发消息 怎么办 我刚才和她对视了 她会不会抓我做替身啊 闺蜜很快就回复了我一个字 会的 看到闺蜜回复的这个字 我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 你已经和她对视了 她很快就会来取你的性命 切记 这几天要密切关注天气 一旦下雨 就是天王老子 来了也就不了你 我吓得要嘎 哭着给闺蜜发去信息 那怎么办 难道我要在这儿等嘎吗 别担心 她一时半会还不敢动手 水牙飘找提升 必须要对应的时辰和方位 只要你在这之前找到她的破绽 就能将她一举击溃 可是我要怎么找破绽啊 看到她 我都吓得要嘎 任何阿飘都怕桃树枝 只要你找到桃树枝边打在她身上 就能大大折损她的阴气 这样的话 就能延缓她赶你做提升的时间 你让我打她 我可不敢啊 你必须这么做 一是 给我腾出时间 让我能找出救你的办法 二是 如果你不这么做 必嘎无疑 之后我等到天亮了 才回到宿舍 回到宿舍后 我发现自己的床铺 已经被收拾得淡淡静静 我的另一个 摄友青青 看我回来了说道 你看人家婷婷多好心 还帮你把床铺收拾了 平时你的床铺就跟狗窝一样 你看现在完全是换人一心 我没心情听她打去 满脑子都是 昨晚婷婷在我床边的场景 下一秒 我的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转身一看 竟然是婷婷 我吓得赶紧往回退了两步 一旁的青青看我被吓到了 赶紧说道 吓哭怎么回事 你见鬼了 没 没事 昨天真不好意思啊 弄得你都没睡好 这是我小小心翼 你千万不要拒绝哦 看到婷婷给我买的蛋糕 我在心里嘟闹了起来 这阿飘给的蛋糕 谁敢吃啊 可下一秒 从外面回来的另一个摄友 翠花走了进来 看到婷婷买的蛋糕 直接从婷婷手中接过来 大口吃了起来 不错 婷婷你买的正是我喜欢吃的口味 对了 你上方天花板还漏水吗 上次跟宿管阿姨反应了 她说要等几天 让我先克服克服 我听得云里雾里的 下意识地问道 什么漏水 是婷婷上破的天花板漏水了 跟宿管反应这么久也没人管 搞得婷婷每天都撑着伞睡觉 这要是换我 我非得投诉到校长那儿去 翠花说完后 我看了一眼她那块的天花板 果然有些漏水 知道了婷婷打伞的原因 我心想 感情深闹了大乌龙 就在这时 闺蜜又给我发来消息 你有没有找到桃树枝啊 看到闺蜜还让我找桃木枝 我就气愤地回复道 你这水平不行啊 我摄友明明是个人 你非说她是个阿飘 她每天打伞 是因为她上方的天花板漏了 要不是今天摄友跟我解释 我估计真把她当阿飘了 闺蜜半天都没回消息 我以为她 这是心虚不敢回了 没想到中午的时候 她忽然又发来信息跟我说 你的摄友绝对有问题 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才会故意在你面前表现 让你放下戒备 我刚刚给你起了一挂 挂像显示 你今晚就会有危险 记住 今晚千万不要一个人 我被她这一番话 打得措手不及 但抬头看到对面的婷婷 看起来又并没有什么异样 于是我回复道 你会不会想多了 她就是个普通人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拿本书 在里边写上六字真言 然后再拿到太阳下晒一下 吸收了阳气的书 阿飘是不能摸的 一摸就会烫到她的手 而且书上也会留下黑色的纸印 看了闺蜜的信息 我决定再试一次 之后我将写好六字真言的书 拿到了操场上 中午放学回到寝室后 我找到婷婷说道 谢谢你上午送我的蛋糕 虽然让翠花抢走了 但我还是很感谢你 这本书就当是我的回礼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书了 希望你喜欢 说吧 我便将书递给了婷婷 可当婷婷的手刚触摸到书 她就尖叫一声 把手缝了回去 书上此时也多出了 几个黑色的手指印 再看婷婷 此时她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而且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闺蜜的话没错 这婷婷真是阿平 随后 我假装紧张地问道 婷婷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就是手腕扭了一下 说完后 婷婷就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此刻宿舍里就我俩 她不会现在就动手吧 不行 我要赶紧跑 想到这里 我跟婷婷说道 那什么 我去医务室 给你拿点跌打损伤的药膏 说吧 我就冲出了宿舍 跑出了宿舍楼后 我赶紧给婷蜜发去信息 你说的对 她真是水牙瓢 现在要怎么办 我不会嘎吧 别担心 正午阳气急剩 她的力量很弱 不敢出来的 你现在赶紧去找一棵桃树 折几根树枝 带在身上去找她 打得她阴气外泄 今晚就没办法对你出手了 看完婷蜜的信息 我就开始发愁了起来 因为我们学校压根就没有桃树啊 吓哭你怎么了 这两天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 我这不是参加了学校的话剧表演吗 可是缺了一个道具 我现在正发愁呢 你缺什么了 跟我说说 需要一节桃树枝 我还以为你发愁的是什么难搞的玩意呢 原来只是桃树枝啊 这玩意隔壁农学院后山的小树林里多的是 你去那里找就行了 听了轻轻的话后 我恍然大悟 对呀 我怎么把这啥给忘了 拿到桃树枝后 我就回到了宿舍 此时婷婷正在书桌前看着书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她 正准备拿起桃树枝对着她开打 没想到婷婷背后像是长眼睛一样 你干嘛呢 听到这话 我吓得顿时不敢动了 可以想到闺蜜说 正午阳气充足 她现在的力量最弱 根本打不过我 于是我壮起胆子 就打算朝她动手 没成想婷婷突然转过身来 就抓住了我的手 吓哭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不是很明显吗 今天我就要打给你魂飞魄散 虽然我知道桃树枝没这么厉害 但也是想这样的方式 给自己壮壮胆 婷婷皱着没说到 吓哭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别装了 你这个水鬼 我是不会给你当替身的 今天我就要用桃树枝 打你个半嘎不活 吓哭 你好好看看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对付你这种阿飘的桃树枝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有些不确定的 看了一眼手里的桃树枝 可这一眼 却是叫我倒吸一口冷气 原本握在手里的桃树枝 变成了柳条 怎么会 我明明是去农学院弄的桃树枝 怎么会变成柳条 你知道农学院后山的小树林是什么吗 是乱葬岗 而且你折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桃树枝 而是招魂的柳条 拿在手里会吸引鹰气 如果打在了别人的身上 会招致更加凶残的阿飘 到时候你会梦魔缠身 三魂七魄不能归位 身体就会被阿飘占据 婷婷的这番话确实吓到我了 但想到闺蜜的话 我对她还是心存怀疑 婷婷像是看出了我的想法 怎么 你以为我是阿飘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怀疑 但我的的确确是人 怎么可能 你今天拿我书的时候 你的手都变黑了 还在我书上留下了黑手印 你说这个呀 吓哭 我告诉你 咱们宿舍确实有不干净的东西 听这话 我吓得连连后退 婷婷却接着跟我解释道 真正的阿飘不是我 我是被她选中的替身 她说她是替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越来越搞懂了 婷婷倒是很耐心 吓哭 你慢慢听我说 虽然我心里实在害怕 但现在被她盯着 我也逃不掉 于是我刻意来到床边的位置 阳光照耀在身上 带着一丝暖意 也让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 可没想到 婷婷也来到了我旁边 阳光照在她身上 她却没有半点异常 暗场里来说 阿飘晒到了太阳会灰飞烟灭的 难道真是我误会她了吗 吓哭 你不是想知道 我的手怎么回事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学期开始的头一天夜里 我的双手突然被一股诡异的力量抓住 等我醒来 就发现了双手手掌触发黑了 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不小心碰到了才会这样 没想到这东西像是会繁殖一样 不断向周边扩散 直到整个手掌变黑 我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我 赶紧给自己的外婆打去了电话 她是乡里的阴阳先生 我把自己的情况跟她说后 她说 我被水阿飘选中了 会成为她的替身 本来我外婆说 要来帮我解决的 可她在临出发前生了一场大病 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过来 不过 她给了我一些保命的法子 其中就包括打雨伞睡觉 这样 水阿飘就看不到我了 听完婷婷的话后 我还是有些不信 于是问到婷婷 那前天晚上 我正睡觉时 你拉我干嘛 难道不是要害我吗 吓哭 那天我是故意把你叫醒的 因为那天半夜 我被尿憋醒 本来准备去上厕所 但是看到有一个黑影正靠近你 所以我才找借口说 要跟你一起睡的 所以 那晚她根本不是要害我 而是要救我 听到她这么说 我心里更乱了 如果婷婷不是阿飘的话 那么真正的阿飘是谁呢 看出我心中的疑虑 婷婷又开口说道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 我犹豫了片刻 才缓缓说出一个名字 是青青 她是故意引我去乱葬岗的 就是为了让我带回招魂柳条 很明显 她是害怕 不能在有效时间内找到替身 所以 她将你引去乱葬岗 让你带着柳条来打我 这样我们俩都会被阴气缠身了 听到婷婷这么说 我感觉更慌了 那怎么办 我们根本对付不了她 要不然我也每天晚上撑伞睡觉 可宿舍其他人呢 总不能让所有人都撑着伞吧 别说他们不会相信 就算真的相信了 水阿飘一旦找不到替身 她就会发飙 将我们全部拉去陪葬 我们突然还会发飞 我们突然找到